Hello,大家好,我是红豆 今天我们品尝一下内蒙招待贵宾时用的美食 走吧 看,这是我们招待贵宾的最高礼节 羊尾 切一下羊尾 这个羊尾呢,首先要给这个尊贵的主位 贵宾 这就是我们的羊尾油 晶莹剔套,像白珍珠一样 首先呢,我们的羊尾油放在这个手臂上 我们的羊尾铺上以后呢 就是从上往下一吸就可以了 这个羊尾油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每次来客人呢,我们先给主编切一块 而且我们喝酒之前呢,一定要吃上一块 因为它能保护胃黏膜 你喝多了你不感觉难受,也不容易醉 再来点酒 我们今天就少量喝一点就行了 吃完羊尾再来点肉 我们呢,羊肉和这个羊尾煮在一起 味道会更鲜美 所以呢,每次吃完羊尾再吃点肉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流程 再来点酒 再来点羊尾 看这个色泽多漂亮 这个羊尾油啊,跟这个羊肉,瘦肉都可以搭在一起 味道更美,肥瘦相见的 看,这才是真正的肉卷子 这个羊尾油啊,里边有一种油酸的成分挺多的 而且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对三高这种调理效果非常好 再来点油包肉 这羊尾油太美味了 剩下一点肉和这个油 晚上熬锅茶一起吃 下一期再见,拜拜